看一下那個Break跟Continue Break部分的話 其實Break看到Break就是 無論如何你這個回圈裡面就有看到Break 就是跳開了 無論如何 就是不用等fire後面的判斷直接跳開 那Continue什麼 Continue是 他不是跳開但是又不執行 不執行後面的程式 直接又跳回去的意思而已 就Continue看到Continue 他不執行後面的程式 直接跳到上面 這個後面有範例我們來看 比如說這邊有Do Do跑到這邊來之後的話 如果 I 大於15的時候Break 如果這個I大於Break的話就跳離了 那其實後面我覺得他這個範例 不是很好 因為他這個地方是True 我是建議這邊可以改為I大於1000 或者10000等等 就是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如果很大 有沒有這個條件可能很大 但是呢 你也許有可能怎麼樣呢 那個 他不會用到那麼多 也許他不會用那麼多的話 你就 設一個什麼呢 設一個條件小一點 就是 在這裡 這個等於是 第一次篩選的條件 那 File是第二次篩選的條件 所以這個 第一次等於是把關 第二次再把關一次 所以會有兩次的一個判斷 那Break跟File有點類似說 他看到Break就跳開程式了 這部分 稍微了解一下 再來的話 下一個 Continue是什麼意思呢 Continue就是說 如果這個條件 比如說如果 這個條件成立的話 Continue Continue就是不執行下面的 如果你沒有看到Continue 這個條件什麼意思呢 如果I 這個百分比是什麼呢 余數對不對 求余數 求什麼余數呢 如果跟二能夠 除之後余一 那余一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就是基數的意思 如果 零的話就是 就是偶數 那也就是說如果他是 等於一的話 那表示他是基數 基數的意思 這一題其實就是算什麼 算偶數的加總 偶數的加總 也就是說如果 這個地方他等於一 那Continue的意思就是不執行下面這個加的動作 不加對不對 那就跳回到前面去 繼續再跑回圈裡 就是不執行下面 就是不執行下面